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常美洲 我是沈梅琪 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张军 张老师 上个礼拜我们终于发现希拉里的副手人选 不是所谓的早先大家猜测Elizabeth Warren 也不是这个住房部长 拉丁裔的这个住房部长 然后更不是众所期待的Bernie Sanders 结果竟然是一个叫做Tim Ken的现任的维吉尼亚州的参议员 你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 我对他的看法就是这个其实在我之前的 第一 我想我们的节目可以做正好 就是我从来没有认为这个Warren Elizabeth Warren她是一直表现出来非常的积极 但是我认为她不是今年 不是她的时间 因为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已经是个女性 那么如果再选一个女性的话 那么美国人民在接受度上可能会有问题 而且Elizabeth Warren的这个理念 如果跟希拉里的理念来比的话 她可能要在希拉里的更左边 就是更自由派 更progressive一点 就有点像Bernie Sanders这样的一个stand 那么至于说Bernie Sanders 我想她从来就没有进入过这个希拉里的视野 那么现在在民主党大会的时候 能够给她一个发言的机会 把她的某些观点写在他们的platform 写在党纲里面 我觉得已经算是不错 这个Cain 我觉得倒是 之前还是蛮多人看好 尤其是在特朗普选了这个Mike Pence以后 我觉得选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 第一呢 她的理念要在希拉里的右边一点 当然她跟这个Mike Pence比 Mike Pence可以说是在最右边了 她是中间可能要偏左 但是要比在希拉里的右边一点 就是相对比较moderate 那么比如说她对多台的一些这个看法 对这个等等吧 就是我觉得上次我们节目也谈的 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在这个general election的时候 她当然还是希望要能够往这个中间去一点 因为你知道上两次选举 比如说像奥巴马那次赢 她是第一次赢的时候赢了这个7% 第二次赢这个Romney赢了3.5% 所以说最终这一次的选举 我个人认为谁如果能赢 恐怕也就是在3%到7%之间 所以这一群人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然之前有很多的评论员认为说 Bernie Sanders你不能得罪他 因为他那一群最右边的那些 college的孩子们是很支持的 因为Bernie Sanders说你上学就不收学费了等等 我是觉得那群人希拉里可能倒不需要worry太多 第一那些人绝对不可能去投Mike Pence跟特朗普 很大的可能他会投希拉里 也有一部分可能说他政治冷感 就觉得激情没有了就不出来投票了 我觉得可能最终希拉里要争取的是中间 所以这个Tim Cain我觉得倒是不错的一个选项 因为他的资历非常完整 他做过市长 他做过州长 做过参议员 做过民主党的这个党的主席 昨天听他的这个演讲 你就会发现说他不是采取演讲的方式 他是采取所谓这个像我们俩这样 平常对话的方式 给人一种就是比较容易接近 比较愿意倾听的这样的一个 但是同时他给我strike me 又有一个什么印象 就觉得这个人似乎是 就是你很难再说他不是体制内 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体制内 我觉得希拉里克林顿已经相当的体制内 那这个人他在这个官场里面 在partisan politics里面 竞赢了这么多年 我相信他是非常非常 这个partisan背景非常强 然后就是体制内的背景也非常强 所以我觉得希拉里选他 可能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希拉里对他未来的选举 有比较充分的信心 为什么 如果没有比较充分的信心 那你就会说他这个选一个人 可能是比如说像特朗普 你明明知道他并不喜欢这个Mike Pence 但是呢 他因为可能对自己的选举不太有信心 或者是说对这个共和党的这些保守派 一直怎么样能够争取他 这个unity 他不是太有信心 所以他选一个他不太喜欢的 希拉里克林的选这个人 显然的就是他们俩之间的气场非常好 chemistry也非常好 所以工作了也很多年 所以希拉里更愿意找一个 可以经常在一起工作的人 那么同时呢 他也并不忌讳 说我们两个人这次打的就是经验 establishment 我们就是体制内 跟这个特朗普讲的 我是一个outsider等等 会非常的不一样 不过Tim King 他确实最近一段时间也有一点点丑闻 就是关于他的政治的捐款 在他这个pilot 虽然他现在看起来是不违法 就是拿到的一些政治的gift 虽然看起来是不违法 但是任何的一个大选年里面 一个很小的事情会被炒作得很大 那么未来这个事情会不会成为 是一个事情 再加上这两天 这个希拉里又有一个 不是希拉里 是民主党的总部的电脑 被hack了以后出现了一些东西 就是比如说 这个其实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 可能在Bernie Sanders 跟希拉里的选举当中 可能更倾向于让 就做出来种种动作 要让希拉里赢啊等等 这个会不会也把它无限的放大 这也是未来所需要关心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 希拉里克林顿 跟这个Kane的这个ticket 应该是一个非常保守的 就是应该是一个非常保险的ticket 那么它是波澜不惊的一个ticket 所以我现在倒是觉得说 未来的这个议场的辩论 就是VP将会有一场的辩论 就是Mike Pence跟这个Kane之间的这个辩论 我相信这两个都是政坛老手 都有过这个国会议员的经验 也有过这个参议员的经验 所以看看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是党派之争 将会表现得比较明显 当然希拉里能够选他喜欢的人 跟他一起竞选这个政府总统 是个好事 可是问题是Tim Kent 从市长州长到现在参议员 他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 是一个career politician 政客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觉得希拉里本身就是一个 一直长年在从政的人 然后再加上他的副手 也是这样的人 你会觉得好像跟今年 这个美国选民所期待的候选人 不太一样吗 至少是这个希拉里的判断 就是今年毫无疑问 有相当一大批的人 觉得要选一个outsider 否则我们特朗普先生 不可能走得这么远 但是特朗普在这个民主党 共和党大会之前 他最终经过很激烈的思想斗争 最后他还是选了一个体制内的人 叫Mike Pence 而且是非常conservative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我想共和党在这个部分 也不是说完全的 说今年就是完全的outsider 就是这个体制外的一年 他们也要考虑这个问题 从民主党角度 我觉得希拉里克林 反正你们无非 无论我说什么 你们都说我是体制内 那我不如就干脆打一个保险牌 因此他的 在之前放出风来的标准 是说他说我选VP的标准 没有别的 就是这个 他的必须就是 如果我今天有事 他立刻可以成为这个美国的总统 他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说这个讲出来以后 你就知道 像Warren 像其他的人 恐怕这个机会就非常小 那恐怕也只能是Tim K 那么究竟这个ticket的 这个所谓比较 让希拉里克林顿觉得 comfortable的ticket 究竟work还是不work 我个人昨天听这个Kane的演讲 我也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 我就觉得这个 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词 听上去更像是一个党棍 讲出来的话 尽管他用的都是一些平民的语言 老百姓也都很喜欢 但是我一看这个人 我就给我的印象 就是他似乎在这个行业里面 在这个partisan politics里面 经营了很久很久了 一看就是这么 对policy各方面是非常熟悉 也非常了解这个民主党的支持者 所需要听的这些东西 但这个部分最后能不能争取到 我刚才讲的那个三到七之间的 这样一个中间选民 那我觉得是需要观察的 那从昨天前天 那个希拉里介绍Tim Kahn 在曼亚明之后呢 一直到准备下礼拜 他们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 即将在Philadelphia展开 这段时间呢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民主党人呢 看了共和党党代表大会 他们更觉得自己这个信心大增 所以呢 就全部要把集中力气 要推举这两个人出来 但是问题就是 你看这个Hillary 肯定就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然后她的副手 也是受到大部分民主党员的喜欢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 要出现发电邮攻击Bernie Sanders 在这个节骨眼上 Bernie Sanders还是个事吗 他们需要这样子 就是用暗盘操作的方式 要来攻击这个人吗 包括他的宗教 包括他的这个态度 还有包括竟然还有这个民主党的 党代表大会的主席 叫Debbie Schwartz 他竟然还说 他算什么 他根本当不了总统 这个就是说 已经摆明了Bernie Sanders 不会再出来了 可是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再踩他呢 首先这个电邮门 今天我刚才我又听了各种谣言很多 现在有电邮门说 OK这个部分有可能是俄国的这个这个骇客 那么骇客的 所以他这个究竟是 意思就是让观众朋友留下的印象 这个东西究竟是真实程度是多少 我们还要需要调查 OK这第一 第二呢 他是说的以前的事 就是这个民主党在这个全国委员会 在操盘的时候 这个很奇怪 就今年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全国委员会 跟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都处在这个两世为人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 共和党呢 很显然是非常不喜欢他们的候选人叫做特朗普 弄出各种事情来想把它搞掉 那么这个民主党的显然是非常不喜欢这个搅局的Bernie Sanders 要搞出各种这个其实不奇怪 就是在之前大家都已经在说只是没有看到这个具体的这个文字的东西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搞特朗普 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不他就是他已经摆明会代表共和党出来选 那你那些讨厌他的共和党员你没办法 你只好继续在攻击他就像Ted Cruz这样子 但是问题是Bernie Sanders他已经是过去的人了 他已经不可能再出来跟希拉里竞争了 为什么民主党还要这样小鸡渡场来搞他呢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Bernie Sanders呢 他第一他这个出来以后可以算是一匹黑马吧 就是之前谁也看不上这个一个糟老头子 70多岁一头乱发 那么但是后来他跟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缠斗了这么长的时间 那么确实是会使要让到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中央委员会 叫全国委员会觉得非常为难 你刚才讲这个Debbie这个众议员 很显然他是希拉里克林顿的最亲密的这个幕僚和这个战友 那么他们就觉得Bernie Sanders你不停地要搞这个民堂 搞这个民堂以后呢就是有可能影响到希拉里克林顿 在未来朝中间选民靠拢的这个部分 你比如说这次这个Bernie Sanders很长时间 虽然他已经不可能赢这个nominee的这个位置 但很长时间都不愿意退选 原因就是他一直要希望给希拉里克林顿施加压力 要接受他的一部分的这个所谓的党纲和他的竞选理念 毫无疑问就是要更progressive 更向左边更向自由派的地方去 比如说这个要告税收获福利国 更像这个斯坦迪纳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的情况等等 所以他迟迟如果不退出历史的舞台 那么希拉里克林顿又不愿意放弃这个Bernie Sanders 争取到的这一群的选民是平时不容易争取到 因为他们有政治冷感不出来选举的 正是因为Bernie Sanders才出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他当然这老头子是引起了这个体制内的很多人的这个反感 我觉得这个反感的程度跟特朗普引起的体制内的反感情况是差不多的 所以任何时候你要反潮流 这个不论是在哪一个国家 尤其是在美国都有这样的这个类似的问题 但我觉得马上这个民主党一开大会再过一段时间 这个事情应该很快可以过去 回顾上个礼拜共和党党代表大会的所有的内容 但是在回顾过去之前我们要展望未来 赶快跟我们讲一下这次的民主党的共和党代表大会 下礼拜将在Philadelphia举行 有什么看点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是波兰不惊看点不多 所以跟共和党上周的大会看 我觉得送他这个形容词就叫将会开成一个 用中国人讲会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 这是我觉得体制内的两个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所希望发生的 因为这个党的代表大会 早已经在过去这么多年 早已经变成了一个象征意义 远远大于实际利益的这样一个大会 为什么共和党会搞出这么些名堂 原因是我们来了一个非传统的 我跟中国的一些媒体讲 我说这个特朗普叫非传统的候选人 所以他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非传统 因此这次共和党大会就变得对媒体人来说 简直就是非常很多各种天天都有爆点 天天都有这个可以可以爆 民主党大会我觉得将会是一个波澜 可能有一些小的问题 比如说像Bernie Sanders 可能还要再争取最后的一波等等 但基本上应该是一个团结胜利祥和的大会 所以你就明显看出来 就是去菲利的人 跟去克利福安的这个记者的人数 已经差了很多很多 大家都知道这个在菲利开会 不会有特别多的这种惊涛海浪 所以我相信应该到下周我们在评论的时候 我还是会坚持我今天的这个看法 好 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上礼拜的共和党党代表大会 一开始有人说这个是很炫利的开场 可是到后来就是一片chaos 混乱的结束 为什么会说混乱的结束 因为首先Donald Trump他花了75分钟的时间 做这个接受nomination的演讲 可是他的基调就是 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敢讲这句话的人 我相信包括俄罗斯的普丁在内都还很少 普丁有讲过类似这样的话吗 就是像什么这种政治狂人 反正他我觉得他们的个人性格方面 还是有一点相似之处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的特朗普 首先我觉得他这个演讲 不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已经是他一年以来演讲算是最organized的一次了 因为他读一个就是这个提字器 那么反正这个所以有的人讽刺他说 这个能把提字器读下来 基本上三年级以上的水平也就差不多了 意思还是要讽刺 但毕竟他读下来了 他没有再去乱讲 至少他之前商量的事就是他想讲的事 但确实这是历史上 我觉得可以数一数二的非常长的这样的一次演讲 整个的一个演讲要么就是 念提示器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公司的主播每天都爱念提示器 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 他这个讲稿有很多听起来 有很多是他自己个人的意见 所以即使他中规中矩的把他的讲稿念完的话 这有什么值得庆贺吗 有什么值得表扬吗 没有什么值得庆贺 因为他自己他念出来东西就像我们哪里一样 他要对自己念出来东西负责任 by the way 你刚才说了 我一直以为你们主播是不念提字器的 是可以直接放开 用背的 用背的 直接放开 你现在是念提字器 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这个东西肯定是他这么多 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所有的他的就是 他倒是consistent 你不觉得他没有讲说 比如说要建墙啊 说这个这个墨益继续是这个罪犯啊 要严格的这个移民的管控啊等等 这些到他倒没有推翻什么东西 所以不论你喜欢不喜欢他倒是consistent 但是毕竟就是这个共和党大会 就是在他的这个主导之下 我觉得几乎变成了他们特朗普家族的大聚会 因为不是老婆上就是这个女儿上 尽管我觉得他们家 就是现在不是有一种理论吗 说这个特朗普 叫特朗普的人除了这个 这个Donald Trump不合适以外 任何一个人都当总统的候选 可能都比叫Donald Trump 任何一个川普都会比他要合适 我觉得他确实 就是你不觉得吗 他的几个孩子 他的演讲我觉得非常好啊 就是你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 这个未来的这个特朗普家族 就是不论这个Donald Trump是怎么搞的 但是他在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培养 还是孩子自己努力 他的孩子确实是培养的不错 这一点我觉得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我的观点 比如说这个Ivanka 然后这个比如说他的两个儿子 我觉得都还就算这个Menania 我觉得他表现的也还算不错吧 尽管当然我们一会儿 还要讨论他的那个所谓的表现 不用一会儿 现在又讨论 你觉得他这个演讲稿 OK Chris Christie一直强调说 93%是他自己的语言 他只不过是7%跟Michelle Obama 有重复的地方 这不能叫剽窃 这不能叫偷袭 可是You would think 你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要发表这样的演讲 你就算自己没有办法写出来 你请你的写手帮你组织整理 你要去参考 参考别人的演讲的内容化 你也还不至于抄的这么离谱吧 抄的是Michelle Obama2008年 同样的这个身份角色的时候 所表示的这个演讲 而且最主要是他里面你说 他抄写部分并不多 但是问题他抄写部分是非常 英文说Senator的这个部分 就是My words my bounds 就是我的语言就是有契约 一般人在任何演讲或是口头用语上 很少用这样子的形容词吧 对不对 这个事情我觉得还好是特朗普的太太 不是特朗普如果是特朗普 或者是希拉里做了类似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变成个天大的事情 因为毕竟他的太太没有在选总统 所以说媒体虽然关注了几天 但是现在好像这个热度逐渐的过去了 但是这个事情就是从我来看 反正你们很多媒体的同事 也是做了有心人 打引号的有心人 把他们两个人的演讲放在一块 有的更离谱的媒体 就是放一句Michelle Obama的话 然后再放一句这个川普太太太 你怎么可以说我们离谱 因为他是先先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才能够这样的放 如果说我们无中生有 那就是离谱 但是我们只是把那个Millennial Trump 跟Michelle Obama重复的地方 再重新播出来而已 我们不是那个始作俑者 对也许离谱不是个标志 应该是你们对事业的执着 我们是追求真相的执着 我是服了那个记者 就是讲一句这个Michelle Obama 再讲一句美拉 几乎就是重叠率达到了 我看他达百分之九十几 当然不是全部 大概也就是大概有七十多个字吧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那 当然他这个川普夫人的团队是说呢 这本来就是大家的一些 共同应该遵守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讲的相似也没什么 但是反过来确实就是正常的情况来看 这个相似度实在是太高 所以说我觉得幸亏还是发生在这个 他太太身上 如果发生在候选人身上 那这个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事件 从这一点事情 我觉得一方面 当然这个可能有道德操守方面的 这个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剽窃等等 但是就算这个问题有争议 那么至少也反映了特朗普的这个竞选团队 在操作很多事情的极其的茅草 那么同时也就是这个希拉里 克林顿有一个几百人的团队 川普大概就几十个人 所以说他在做各种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像我之前跟你讲 我们学法律的 我们因为美国是案例法的国家 我一篇这个法律的东西写出来 那么我们要shepherdize一下 就看看在我写出来以后 又没有新的案例 又有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那么你这这么重要的一篇文章 其实你如果把这几十个字去掉 这个曼南尼这篇讲话 其实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他把川普一个大嘴巴 把一个成天乱讲话的人把他人性化了 那么他太太又赞扬 他是一个好的父亲 等等 就把他人性化 同时呢 这个曼南尼他是来自于 这个埃塞隆尼亚的一个移民 那自己也是一个外国人 那么这个他拉近 他跟移民 这些都有很好的 这个不错的地方 但是遗憾的是 由于这几十个字 变成了后来一天 这个new cycle里面 一直不停地在讨论这个 实际上把真正的这个issue 给miss掉了 我觉得这个确实反映了他的团队 处理很多事情的极端的茅超和这个 这个准备的不足 对 他的团队准备的不足 那候选人自己本身到现在还准备不足 因为就在共和党代表大会的时候 Donald Trump还有接受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的记者访问 专门谈这个外交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是大家众所周知 是Donald Trump比较弱的一环 那么他在接受这个纽约时报记者采访 长篇大论 我有看那个他的整个采访的script 他里面讲到北约组织 他就说如果北约组织里面的盟国 对美国不好的话 我不见得要去支持你 哇他这个言论一讲出来之后 举世花然 我们现在不要谈那个什么melania 那些八卦的剽窃的问题 我们现在讲的是比较牛肉的东西 Donald Trump很显然 他在对这个外交 对这个盟国 对这个牵手遵守合约 这个部分上 他还是状况外 你北约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说 你对美国不好 我就不遵守这个合约 那你签这个合约干什么 对他的理论呢 就是虽然你我觉得是 美国我们这个NATO 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 这个NATO在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不论他是二战的产物 或者什么 但是毕竟他在这个这一段时间 对维持世界的一个相对的有秩序 有纪律的这样一个世界 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当然更不就是在冷战期间 如果没有NATO的存在 那今天恐怕这世界是另外一回事的 正是因为NATO的存在 才导致了这个冷战的结束 也导致了原来前苏联的整个阵营的土崩瓦解 包括德国的统一等等 所以我NATO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近些年的时候 这个NATO确实有很多的问题 我想这个咱们也不用讳言 比如说在欧洲现在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比如说NATO的一个重要的盟国 在这个土耳其最近还在发生 还有前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 他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特朗普在这时候 他讲出来这番话 那么一个可能确实反映 他都有外交政策的不了解 因为好意为这是美国和世界安全的重要支柱 就是NATO 但是同时他确实讲的这个话 有很多的美国老百姓 确实找到了共同 很多的NATO的国家 他们在附近 为什么他们和我们比我们比较多 是分离多 您正在收看的是鳳凰卫视